有些靓仔在遇到贴库球时 往往不敢发力 怕它你就已经输给了自己 开始教学 第一点需要先训练出杆的坚决性 有一类人出杆还是挺直的 在放松的状态下拥有连续进攻的能力 可一旦碰到一些没把握的球 往往脑中就会产生很多杂念 例如 害怕这颗球打不进怎么办 会不会因此输掉这局呢 或者在瞄准的时候总是怀疑自己瞄偏了 结果导致出杆专注度不够 肌肉发力变形 一出杆就歪 针对这部分人 需要经常进行出杆的坚决性训练 准度是由打准和瞄准共同组成的 打准指的是身体朝这个方向趴下去 无论你的视线看下哪里 都不会干扰到你最终出杆的方向 当然了 如果能将身体的动作方向 与眼睛的方向匹配到一条直线上 更容易让球杆能够出直 训练出杆坚决性分为三步 第一步空杆训练 站着先观察好方向 趴下的过程 全程要看着目标的方向趴下来 用余观感受球杆的方向 并记住此时的球杆方向 回杆 出杆 出王杆稳定三秒 观察出杆后的方向 与出杆前的方向是否一致 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步 放上白球进行击球训练 步骤与空杆训练一致 因为我们经常趴下去以后 由于担心球打不进 而怀疑自己瞄不准 所产生一些杂念 这个训练就是为了排除这些干扰 所以需要加快机球节奏 增加出杆的次数 让自己没有时间产生杂念 即使趴下去以后 明知道没有瞄准 也要朝这个方向 坚决出杆 想把球打进 只能下一次趴下去之前 就先把瞄准的方向调整好 第三步 重新放慢机球的节奏 趴下去以后 稳定三五秒 来锻炼长时间锁定瞄准方向的能力 反复经过以上三步的训练 出杆的坚决性就能提升一大截 接着来训练第二点 寻找进球点 先来看一下 这一杆是偏左了还是偏右了呢 只有搞清楚这一杆到底偏向哪里 才能调整下一杆瞄准的方向 所以这个训练需要固定两个球的位置 进行小角度练习 往往在打贴裤球的时候 进球点的误差范围非常小 打厚了或者打薄了 新手往往很难判断 这才是导致贴裤球 为什么那么难瞄准的原因 这里告诉大家 打厚了的效果 白球会是先接触到目标球 它跑动的距离会比较少 而打薄了的话 是先接触裤边 白球跑动的距离就会比较多 通过观察打完后 白球跑动的效果 判断这一杆 具体是打薄了还是打厚了 方便下一杆调整瞄准的位置 通过这样子不断的试错 它就可以缩小瞄准的范围 让瞄准点更加精确 接着你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 来巩固这个角度的瞄准感觉 这一点没有捷径 第三点 小窍门 由于库边是有弹性的 大力击球时 库边会凹陷 所以我们在瞄准的时候 要瞄准进球点 偏右一点点的方向 如果白球撞击到这里 经过凹陷的库边反弹后 也能撞击到进球点 这就相当于增大了贴裤球 瞄准的容错率 只要你敢发力 进球的成功率 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下 这悦尔的静带音符吧 静仔 你学会了吗 下课